一鼓作气 微博真的这把反应下来就一鼓作气了 对 来了 一批 蓝色方 第三局的TT 对阵的微博 还是永恩 我觉得真的就是第三楼得办了 第三楼得办了 莉莉亚真办了吧 是的 就在第三楼了 前两楼的话确实没必要动 办了办了 对 成交也很清楚 就选手现在是心态上有点顶不住 就看到你俩会有点怕的 会有点怕的 对 选手会有点后怕 就现在尽可能要给选手减少压力 是的 那对于微博而言 他们现在力量被搬掉了 但是同样的 盖伦 不用想了 这还是盖伦 包抢的 但是真的我觉得就 哪怕一开出来 微博也不一定会在前楼 但是这局 就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变化是在于什么 就是如果TT这楼没有抢盖伦 对面拿了盖伦 我是可以拿葛温的 不过TT还是打下来的 就肯定还上 就是因为葛温这个英雄和莉莉亚 是最好不能出现在同一边的 所以说微博前两局没有拿葛温 但这一局 莉莉亚被搬了 难保 说飞白会不会拿葛温 有可能 对吧 人马 我觉得如果拿人马的话 可以去考虑 就像葛温这样子去跟你打中后期的团战 我人马也有一个后期团战的能力 对 人马太强一起的 但葛温也可能是存在一种中路的选 对 就是周周他也能玩 对吧 但是这首如果理想代班的话 我觉得这种可能说控制会偏少一点 我说是微博这边 对 微博 这些背板是玩过葛温的 对 他这些是玩过葛温 虽然效果很不好 虽然效果不好 但是他确实会玩 对的 就是他是 这英雄石是在他的一个选择范围内的 就现在是感觉大家中路不会玩 这首统子家哲利 与其被你拿不如我先拿 对 而且周周他也是能玩哲利的 对吧 对的 周周是能玩哲利的 这你摇我也摇呗 而且统子也能摇 现在大家主打一个摇摆 对 对吧 当然了 微博这太坦是摇不了了 看一下这首微博 侠 还是这个下路组合 就是要把下路的强势 贯彻到极致 对 而且确实 我们在赛以前的一个数据 也会看到微博当中 射手位也是输出最高的一个点 对吧 给段玉一些英雄的一个优先级 是微博的一个常战术 我感觉这个 这个BO7微博的主心股思路 就是让下路能够拿到强势对线组合 是的 翻掉 下路垂石 但是格温也被按掉了 这种格温肯定 TTC他不可能放给你微博玩的 这想了很明白 就这种确实得办的 那现在解决干人的手段是什么呢 解决干人的手段 没有啊 就个人 要从线上解决 被影刺客的青冈颖吧 那倒是 青冈颖 但我们赛前讲过了 就是 青冈颖确实有点弃子了 青冈颖打大轮在 两件半 或者说两件套之后 肯定是能够占到优势的 但就是如何去拖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问题 吸血鬼 觉得这个则利可能是 Critus去玩的 但是 这一局就非常好 因为TTC现在 九筒是可以摇到打野位的 最后如果摇到打野位 他们的一个AP障碍 也是能够补充的 不是很缺 是的 TTC的 最后一手班人 鳄鱼 还是要选择班 鳄鱼的话 其实对于 变影刺客来说 没有改变 还是是狗熊打 有剑魔 剑魔是放出来了 但狗熊都已经打两局了 有必要换吗 我觉得 狗熊 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前两局狗熊 拿出来的好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有3C 这一局没有3C了 上南可能要承担一点输出 可能要承担一点输出 剑魔起码能是 补充杀害的那个手段 狗熊打到后期 真的伤害是补不出来的 确实确实 那TT的 最后两手要确定一下 筒子和泽力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感觉泽力开始走下 泽力也走 走中的筒子肯定 打野去了 对 对这样的筒子应该打野了 那辅助补一个 加里奥或者奥恩吧 我发现就是这个 这几场下来之后 大家对奥恩的优先 就感觉发到挺低的 这一把是终于选了 加里奥在刚才那把打的 其实有点被动 加里奥真的也只能去做反手 他们阵容是没有人 带加里奥进场的 这局TT下落 起码是选到 打线不错的组策 但是 我一 非白想要证明自己 他是拿 左一出来去面对到泽力 这个说实话 左一我们之前印象里面 玩最多的可能是安人九 周周也玩 对 周周也玩 当然安人九是绝活 在我看来 非白玩的好像不多的 对吧 他这把真的是要证明自己了 因为 面对到周周啊 左一他是一定要在线上 可能说 尽可能在打一些压制能力出来的 是的 他不想去玩什么 这个英雄什么 跟你去打后期什么的 直接前期我给你压住 我觉得这把反而是局势一转 就是 这把是 微博打前期 对 微博的中期 前中期非常厉害 对 这个建模赛坦 左一 对吧 这几个英雄真的拉满了 把前中期 这把是真的起 纯节奏变换了 对的 那也确实要变换 不能让你微博 再这么的舒服的 去给你拖到后期了 对吧 我去干扰你的下节奏 看看你会不会主动 去露眼失误给我 是的 当然了 没问题 TT的一个辩证啊 也是迫不得已 在BO7先被 对面两分领先的情况下 TT必须得尝试做出改变 是的 不变不行了呀 对 没法以不变一万遍了 上来两局是可以不动的 但是第三把 真得动了 对 这其实也是BO7赛一支吧 因为如果你想吃BO5的话 其实前两局如果动不动 然后被打成这样的话 感觉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但是BO7一切皆有可能 TT依然有机会通过这一局 去展开自己逆转的攻势 对 那让我们期待下这场比赛 TT就对折到微博 本场附加赛的第三局 来了 看一下两边的召唤式技能上面 左一是先攻的左一 先攻左一 先攻左一 也没啥问题 这左一现在感觉带别的也没啥区别 先攻毕竟还有一点额外的小经济嘛 嗯 哦 不过简单P下是没什么 哎 哎呦 这一刀刺死定气没A出来 其实最好能在盖伦P下来这一刀的时候 把被动给A出来 那贝尹斯克这波就小赚了 是的 贝尹斯克本来是不想让你砍我这刀的 嗯 他觉得砍不到 对 但是盖伦毕竟有一加速 哎又来这个画面兄弟们已经看了第三次了 太熟悉了 不是真太熟悉了 不过这波感觉可能要出事了 有变数 有变数在一个平A差一点伤害小兵 哎哎哎哎 但换掉了换掉了 段于 段于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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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都A死了 对但是 这把有变数 这把的变数不是一般的大 是的 狭拿到了一选 这个人头还给到的是奥恩 下路可能段于又要打一个领先了 这把变数从现在开始吗 真的这个 这个画面我们在开局一分钟连续看到了三次 三把都是一样 三把都是镜像的对吧 蛮搞怪的 这也是现在下路啊 下路的生态就是这样子的 嗯 就泰坦这个英雄 来来开 导国拉到了 但是三级的一个奥恩 喷火土道 拍晕一个 怎么说 这我感觉段于又感觉要死了 踩一下 踩一下 哎呦 这个死了 哎 进塔了 进塔之后可能要被换 也没换了 我这两边下路是打出火气来了 我这两边下路这感觉有点打毛掉了 真的打毛掉了 进场之后 没心不坏 难道再杀一个吗 还好有海闪 往后拉开了 这这有点感觉打毛掉 哈哈哈哈 你这个真的有点有点想不到了 嗯 对吧 打出火气了 你平时打牌 我也下路包含的人头这么快 你都要切过去看一眼 对 同样的 你们下路什么情况啊 这队友在说 嗯 不过还好 现在在打下来之后 并没有哪一边是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对吧 各一个人头嘛 经济差距也不大 现在就是属于各打五十大版系列 对 就各加速发育一点 对吧 都加速一下 奥恩是蛮舒服的 他的经验是一直没有漏的 对 这EZ死两次 虽然说拿到了人头啊 但是经验上面肯定是 对比于霞又落后 嗯 统子来到五级 直接往下路去靠 知道你下路没有闪现的 而且没有视野 这不可能有机会 大招直接空掉了 啊 但是有三闪 但是你肥两个 还行 这么超 感觉也走不掉了 将攻不过 将攻不过 秘书射击直接拿下人头 哎 但是上路盖伦也被抓了 呃 没办法呀 对吧 这没办法 这就是 两边打野的一个选择吧 一边是选择帮助到上路 一边是针对到下路 但说实话 这波肯定是违心自己问题的呀 就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这个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 抓上上路狗 就是要去避开 对面打野去 就是我方打野去进攻 别的路的时候 来看一下刚刚那波上路怎么抓的 你看这波违心包有问题的呀 他在这边推塔 啊 没办法 拿大招做控制抵消 杀一 就是杀一绝了 这波人马 但是违心其实就是属于这样的选手 他进攻性就很强 就我只要觉得我线上占到你便宜了 我就不可能线上跟你打的怂的 那肯定啊 违心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两届solo赛段的一个冠军 对啊 把线上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毕竟5v5多了一个打野的因素在 嗯 对吧 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现在 TT占有一定的小优势啊 主要是在于下路吧 刚那波击杀完之后是吃了很多的肚层 所以说现在TT的经济是领先了500块钱 但其实上路那波违京的掉点 上路掉塔皮在家被击杀 其实把下路那波本来大转的 变成了小转 对 变成只有小转了 大转变小转 那个人头给到人马 人马的话也比较舒服 能够直接把自己的三项补出来 他打断 没打断掉 这很清楚啊 直到这个时间也会回家的 现在换线主要是缓你一下压力吧 嗯 否则对线的话 对面奥恩已经可以无脑开了 思路非常心思 就这1000块的领先 你看辅助位置上 领先的两个头啊 其实对于TT的经济分配而已 也没有那么好 是的 如果这两个头能多分一个给EZ的话 现在 Critus可以发力了 我觉得可以像第一局的那个EZ一样 对 被你刺客的剑魔 这局也是微博中期的一个宝牌 对吧 这个剑魔 能不能大灭 灭起来 很关键的 15秒刷新资源 打完杀戏之后配合打野 硬压一波肚层 但是人马也在往上靠 看来这波资源应该是要先控先锋了吧 两边都在往上靠的 是的 两边都把下午组旧换上来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先锋的争夺 优先级还是比较高的 但现在打起来我觉得红色方 剑魔不在的情况下不好打的 要等剑魔了 出勾了 勾到之后 霞的漫天飞雨 交的有点早 这说实话是有点随意了 对 就是就算被EZ大招刮到 也有果子可以去吃嘛 对吧 现在没有大招的侠 在团战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 是的 统子是有秒侠的能力的 对 顶起来 紧到墙上 人马被开了 奥恩直接叫羊 这个羊是没有掉出来 但是这种一炸 这个大招炸的好 把对面三人的血量 压到很低的一个状态 直接解围了 直接动先锋 不过人马还有大 人马有大可以吃个果子 不真了吗 我看一下 羊的一个选择好像是回家了 那这个先锋是选择直接放 那这样来看的话 是有可能要去争两个了 这把TT开始发力了 对 前期的节奏是掌握住了 是的 主要是给Kritus拿到了EZ EZ这英雄在他的手上 哦 远距离的吹鸣吹炮 奥术也直接往后拉开距离 中塔也直接撞掉 那这样的话 微博感觉出气 这样一下的话就很难受了 中塔撞掉 就果一这个英雄 然后这前期就接受不了一丁点烈士的 嗯 他现在确实压制不了对面了 而且这个小龙1800血 人马有大招 要不要进场 直接进场 但是已经被省掉了 想去看SBOY SBOY控制抵消 直接拉开 这个奥恩恩 风箱也一起接 直列重锋 直接跑路 而且上路 维心也爽带啊 这把前期TT的经济领先是非常大的 对 接近4000块钱了 被你刺客珊珊赶来 哎我真的发现了 就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 谁玩 谁玩前期阵容谁又崩啊 好像是 就是 你看最后 那个常规赛最后几场也是这样的 就谁玩前期阵容谁又崩 有点难以打出来 我觉得主要也是几个元素吧 就是第一点是 现在上路有盖伦存在 你再这么前期的上单 你都压制不了盖伦 对 对吧 第二点是中路 现在大家可能说 更多都偏向于拿一些长手英雄了 像以前的刺客英雄少见了 对吧 你也没有办法做到 5级配合大爷一波 把对面中路带走 所以说现在前期的阵容 想要打出个大优势比较少 确实挺难的 更何况这把卫博是陷入一个烈士状态啊 抓围心 恶火数量锁到了 直接逼闪现 赶紧跑 这把周周的一个出装蛮有意思的 裸了一个大隐魔刀 其实蛮拖自己一个输出节奏的 下路又叫了 让他有点毒 想要去压制防御塔 直接压卡 直接给大 然后二十月轻往后直接拉走了 漫天飞与清兵 但下一波兵先肯定守不住了 这个塔还是要放 也没问题 这个时间对于T来说的话 也就是稳步推进 这把断鱼很伤啊 就前期拿完一血之后 连死三次 真的有点伤了 这把侠感觉有点没声音了 就这样摸死完之后现在有点没声音了 对 一开始想说 这个一血拿完 对于侠来说很舒服的 现在一下子就舒服不起来了 而且SMY的狂兔引出了 上路想要去开盖轮 盖轮这么没铲呢 应该走不掉了 对 三个人去引抓 但是蓝色方已经在包了 是一个三包三 有没有机会开一下 把防御塔推掉之后 九筒一个大招 直接炸三个 炸到三个之后 把侠的血量压得非常非常低 感觉这拨全要死了呀 可能走不了啊 这能走吗 在顶分 在顶分之后 他一个没人跟 段玉 卖自己了 这个 左翼把泽裂给吉他掉了 配合建模 对 段玉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选择卖自己 洋壮 也没撞到超 这拨炸一看 感觉要全死 九筒那个大招炸得太好了 把三个人的血量都压低 但是很可惜啊 在后续的集火上面 我感觉TT想要的太多了 对 他们是全想要 最后只拿下了一个 对 否则稳妥一点的话 这拨人头收两个没问题的 看一下周周是刚刚是怎么倒的 哦 就想要硬拆了 这这唇调皮 这应该吃催眠气泡了吧 我没有 我一直交闪现下来 在催眠气泡 就是杀已决了 就给你来硬的了 确实也知道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嘛 你的队友都在上路去杀我的人啊 就可怜了段玉啊 这一局段玉 想要是有声音真的很难 关键 霞这个英雄都知道 纯潜气英雄 靠着装备吃饭的 前中期一旦起不来 那个导钩 就成为他唯一的一个 功能手段了 这就变功能手段了 我起码能控制你一下 对 但伤害是打不太出来的 因为本身就是个定额伤害 定额伤害的话 纯靠装备支撑 进击领先继续保持 一个接近5000块的领先啊 微博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的 可能说要等到团战 哦呦想开 SMY 来 SMY直接叫羊 想要控制你一下 但是羊又没有叫出来 郭盖伦没关系 能把夏正义直接斩掉了太坦 贝影斯克来到这边下场 恶火随理是拉到了周周 但是周周有自己的翻墙技能 看你花火啊 哎一队给个大招挂一下 小白来了 怎么说 三三直接秒掉 不给你任何操作的空间 大招想事当天去给他机会 那可惜 那这条小龙可能 微博又争不了了 嗯 贝影斯克的调点啊 让他们缺少了一个团战当中 主要的 现在的收割手段 是的 中路给压力 有统一个人去动龙 两条小龙在手 而且这把的龙魂是火龙魂 哎 大招 接过来冲 哎呦这一发飞青 直接砸了一个脑瓜杯 而且红棒能捏上 SMY吗 再给一下减速 感觉有机会 太死了 这个应该走不掉了 人头给到了人马 那小龙虽然拿下来了 但是微博也是找到一波 人头上的节奏 而且也是又来了 小心给他拿大招 找到了小白 小白被击飞 看一下伤害够不够补上 一发飞 控制之后 应该很难操作了 这出如其来 怎么开始踢踢 又开始犯病了呀 这连续白给两个 但还好盖龙过来补充了一下 周周有危险 周周这边感觉可能也没了 啊 这排队送 连续给了四个人头吗 中塔也要被点掉 而且这个中塔是带悬伤点的 不是 这经济一下子就被打回来了 打回来很多 看一下 想要去应手中塔 但是盖伦没有办法清掉这波线 但是盖伦还算身板子硬 对 能扛住 防御塔 被拆掉之后 悬想点也拿下来 经济 一度被拉回到了 只剩3500块的一个差距了 看不懂 这这波TT确实给了机会了 这给机会太大 用龙拿完讲道理 没必要去打任何的架了 对 人马现在很肥啊 这把人马的一个数据是4-1 嗯 装备来说也跟九桶基本持平 这是存在给机会了 刚才这两波 是的 就节奏啊 起码被微博多拖了一会儿 当然了 现在的优势一定还是在TD手上的 对 毕竟掌握龙魂青牌 而且再加上 微博这个阵容毕竟也是打前中期的 就伤害真的打起团战来 现在感觉还是缺 挂起来打断 转一圈 被你刺客 有屏障在啊 先开始相估 感觉要载 要载 想卡时间 哎呦 可惜没卡好 吸了一套回来 而且要反打 有征服者叠满了 杀也敢杀不掉 嗯 就这波微星想卡屏障结束的一瞬间大招的 嗯 差没点伤害吧 我摇着大龙两边在做视野的争夺 奥文的身板子是硬了 现在已经能够触发一个狂徒的回血效果 而且第三件 永生花也是不露出来 是的 反观 超的一个经济啊 就差的有点多了 这把主要是吃头的一个奥文 所以很舒服 嗯 美滋滋 但是微博打算的思路一定是给予你货牌 一五足的 拱九头 小秒 秒掉了 一套伤害直接灌死 但是羊也很危险被沉没了 超线暴闪 羊应该也要被收掉了 而且盖人手上大招还没转好 将周周直接切后排了 把左翼给切了 而且孟此时往人对面拖 盖伦大招好 但没有把段鱼给斩掉 但后续伤害有点不够了 周周没人管 周周没人管 周周把后排给收光了 段鱼也倒了 被EZ收掉 这波灿力花火火墙 周周 他这一波是一个人牵制住了对面所有的后排 是的 水银也聊一下控制之后再给大招 多一波不了 但是这个中路高地感觉应该是稳掉了 听不了线 能够退掉 而且太坦来送了一下嘛 好在有闪现可以走 看似是送 但没全送 但是也是把自己的所有技能都交了 对 这样子 微波又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好不容易打回来一波 又被对面去找到了 然后秒捅子 秒捅子是没问题的 秒掉了 对吧 但是 就是 第一 我觉得是少人 是 现在背影刺客在团战当中的作用太关键了 你是不能少他的 对 三三来迟的背影刺客 面对这几个兄弟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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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波经济又再度滚起来了 对 就3500 之前是5000嘛 然后到3500现在又再度拉到了9000 是的 优势还是很大的 这阵容毕竟也是占TG这一边 虽然说刚给了一波大机会啊 但是微博这个阵容 那只能说越打到后面也越缺伤害 就必须得靠 背影刺客的一个完美发挥吧 我觉得 这剑魔可能是现在微博 最大的一个仪装手段了 人马这英雄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他到中后期 也很难去完成一个很大的收割作用 对 但剑魔不一样 但剑魔到了大后期 怎么说呢 也得看自己后排伤害的 对 就是看自己的操作 但出现得好 感觉除了打山羊以外别人也打不了 第三条小龙已经刷新了 先打一场伤害 奇迹叫羊想要去开辅助 哎 开这边开两个 你到了两个人 但是队友不在啊 这伤害差的时候有点毒 主要是队友瞄准的目标是超 那有狂毒回血啊 血量也慢慢回上来了 这条小龙很关键 人马先在动 打到三千血量 催眠气泡是隧道的墙中 看见到龙被人马抢了 抢到了 抢到之后后面的团战 被影子刺客有点扛不住 先开始向鬼白下往后走 顶不住啊 后排伤害也不够啊 段羽越被找到了 那没机会了 这里感觉有没有机会一波啊 应该一波了吧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虽然说把龙抢下来了 但是阵容确实在后期打不了 是的 就这把这个阵容感觉就是 TT的一旦优势 也是从头优势到尾的一个 纯阵容优势 对 就辨证之后啊 TT果然是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那随着一波零幻舞的团灭之后 TT也可以顺利拿下 我只能说 TT在最关键的一局稳住了 对 这局真的是最关键的一局 然后成功把局势给打平 就刚也说到了 这一局关键的原因在于 如果被微博打下 他们直接进入到赛典 而且在手游线 而完成让三追四是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好在这一局拿下之后 TT可以把局面稍微稳一稳 对 但是对于微博